請問一下別家商務艙也就裝在塑膠袋裡 啊不一定 你看狀況 親愛的你在哪裡 我現在在中華航空的貴賓室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拿中華航空的貴賓室 我們今天是搭越南航空 可以先讓我廣告一下嗎 廣告我的Instagram記得追蹤一下這邊 欸因為這個貴賓室我牌 我把連結放在這上面 他不會記得放 我相信他不會放 好了吧 我們用了非常便宜的價格 1萬1買了台北到河內的來回的機器 1萬1就上誤張欸 對 而且還有一段是A35 我們等一下會先飛到河內 是A35 不是 我們會先飛到胡志明 喔對 等一下我們會先飛到胡志明 真不知道他沒有我要怎麼辦 然後再從胡志明飛到河內 欸 差1萬1欸 1萬1就可以體驗就是做商務艙 而且他還會有貴賓室 對啊 就是你可以吃吃喝喝 這種是10點飛 你到那邊是凌晨1點 那要待幾個小時 然後坐早上7點的飛之到河內 所以說我們會在機場睡一個晚上 今天就先帶各位看一下 A321的商務艙是怎麼樣的 Let's go Let's go 因為航空在台灣的貴賓室是用滑航的 地勤也是滑航的 所以整體感覺服務好不好 很好 非常好 YoYoYo 你有這麼晚來過機場嗎 有啊 真的嗎 有 那你覺得我 在那個馬來西亞之朝 你今天登機口是什麼 A1 A1 A1很遠欸 現在到A6 A1 BM573 10點10分起飛到14年 這個是一隻小豬 今天做我的越南行 這是隔了兩層玻璃 我真的很不喜歡兩層玻璃的設計 然後再來 現在是晚上 所以什麼都看不到 親愛的 嗯 你知道越南的國花是什麼 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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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景越開 一月不開景越開 那我問你 越南航空是什麼顏色 越南航空是青藍色 像這樣子的那個 哇 你有做功課欸 它的配色是我喜歡的顏色 所以我很有印象 我覺得越南航空最特別的 就是它的顏色 我喜歡的 謝謝 這是你第一次搭商務艙 第二次了 第一次搭什麼 第一次搭泰棠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發現 它買經濟湯跟買 商務艙是一樣的錢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做了商務艙 這次也很便宜啊 這次也是很便宜 所以我們做了商務艙 哎呀 可是你兩個小孩 上來 商務艙 居然跟我們講說 居然沒有電視欸 剛剛小朋友上來覺得不可思議 卻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 商務艙為什麼沒有電視 我剛剛說真的沒有 他一直說你告訴我在哪裡 呵呵呵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 有點破爛的椅子 等一下 稍後一下 喔 沒有到破爛啦 他蓋不起來了 他蓋不起來 它是手動的啦 手動的 這個珠子在這 嗯 就是這樣 然後 欸 對 然後 這樣 那你覺得這個設計怎麼樣 這個還好啦 就是它可以推到最前面 可是 然後也可以放一半 然後你可以放個飲料 可是你老公常在講啊 萬一你吃飯吃到一半 就尿尿不方便 對 那我們酒又喝得多 這樣尿尿好不方便 他這個椅子是用暗的 等一下 等一下 用暗 誰 他 誰 不是 他這個椅子不是用暗的 是用暗的 不是用暗的 不然怎麼樣 他這個椅子是跟柯魚一樣 你要先用力邊 再用力躺 欸 像腳的也是嗎 腳的不是吧 相信我 真的 腳的欸 他有堂皇 他有堂皇 跟柯魚一樣 你沒做過苦安各運喔 沒有啊 這邊有四個按鈕啦 分別就控制 有了有了 有了齁 就有彈簧的感覺 沒有反應 對 好啦 我也是故障 這個不是故障 這個就是你要按對 然後你的人要用力 你的雙下巴都快跑出來 你 我有用力欸 你有用力 有齁 這個都沒有反應 然後是怎樣 他很... 我要抽雞 不知道 這我蠻喜歡它的顏色的 它這個有點茉莉生 這顏色很棒 就是這顏色也很適用在家裡 因為久了看起來 也是這個顏色 對 這台飛機應該有點歷史了 因為新的A320有新一點 然後它這一台 它這沒有A320 它只有A321 兩把 是321 我跟你講它這個耳機啊 跟我唸一次 A321 來請唸一次 A321 321 OK齁 然後啊 你看一下它的耳機插孔 介紹一下你家的耳機插孔 這裡有兩個洞 OK thank you 都會有熱毛巾 可是這個熱毛巾不太一樣喔 怎樣 欸我問一下 不是外... 妳的那一條有沒有跟我都一樣 一樣啊 因為我外面熱的 裡面是冷的 沒有啊 你摸一下我這一條 好衰喔 是熱的啊 我的... 我的外面是熱的 裡面是冷的 是怎樣 你... 你摸自己中夾 真的中夾 摸到再來一條 我看一下 我的熱的啊 欸真的妳整條都熱的欸 我跟妳講 那個空姐就是對我外的內的 你是講反的 沒有不管 就是外的內的 她其實對我 她覺得我很帥 是給我這樣子 她想再說 她剛給我的毯子 她知道我剛剛要睡覺了 然後欸 所以 她給我一條包在裡面的毯子 我等一下要來使用它 欸這毯子的顏色有點 這...這...這穿什麼顏色啊 像中年婦女 對 圍巾的顏色 要不要我給大家看 好 圍一下 這個...這種顏色 圍在妳脖子上還蠻好看的 中年婦女感覺就是... Thank you Cos it felt just right We spend all Friday hand and hand real tight Oh even Saturday Sunday then Monday and Tuesday I met you on a Wednesday night I caught you on Thursday Cos it goes just right and fight Even all Friday hand and hand real tight Friday and Saturday Sunday then Monday and Tuesday 就是有一個棍子才能放 介紹一下妳的餐點吧 這是沙拉 目前沒有調味 因為她把沙拉醬放在旁邊 千島醬 裡面有黑豆 這感覺像芒果 小黃瓜、番茄、紅蘿蔔 還有這個就是她那個焦糖合國塔了吧 我以為會是迷你這樣小小一個 看起來很好吃 很大一個欸 奶油 你要麵包嗎 不要 OK Thank you 然後這個就是她的前菜 這邊有鴨肉的部分 那這裡有番茄 紫色的生菜 這感覺是甘類的東西 鵝甘斯類的 好我先來打開她的餐具 她用一個像是套阿拉丁神燈的東西 欸這裡有印她的LOGO 有看到嗎 那個套的有印個LOGO 餐具 有一個牙籤 然後這個是她的大湯匙、小湯匙 兩根叉子跟刀子 然後都有印她的LOGO 餐具好冰喔 這也有這個喔 她說麵包很好吃 喔很硬欸 差不多是這樣的大小 這味道我還可以真笑 煙燻味沒有很爽 小朋友的前菜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煙燻的肉 還有這個乾 她剛剛有先問說 要不要直接把這個 幫她小朋友拿掉 直接給她那個麵 因為她看她都沒有吃 對啊 結果她把那一盤給我 呵呵 我以為一盤一模一樣 好棒 在鵝壁市的時候 心裡就一定吃起來了 我點的是steep food 可是她剛上來的時候 我有一度覺得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她那個飯是紅裙的飯 然後這個海鮮跟我想的不一樣 怎麼感覺有點像是 就是海鮮烏飯的那種有角泰白粉的 老實說這第一眼看起來是真的不美 這裡有干貝跟蝦仁 感覺很像就是海鮮烏飯的那種味道 它吃起來很甜甜的 然後因為它有玉米飯在裡面 所以它會有一種甜甜的味道 給大家看一口它的飯 它的飯是蛋炒飯 可是它的飯是紅色的 是這樣紅焗的 有看到嗎 這樣看到嗎 我以為它可能會是長長的飯 結果不是了 飯也蠻好吃的 它的東西的特色就是 看起來很不好吃 吃起來還不錯 我點的啊是牛肉烏龍麵 我點的這個牛肉烏龍麵 看起來還蠻好吃的 我點的 你吃一口我的蝦子很脆 很脆嗎 蝦子很脆 吃看看 很脆很脆 我會超級的 它蝦子很好吃欸 對 它的魚 可是它的魚不好吃 可是它的蝦子跟它的花枝 都還蠻好吃的 總規矩啊 你可以給越南航空的餐點幾分 嗯 72吧 72 對 不能74嗎 75不行 沒有不好 可是它講的 還可以 你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肥 因為只有一盞燈打到我臉上 你 我跟你講你怎麼樣醉呢好不好 亮嗎 對 差不多 它躺下來 你肚子很斜 對 其實蠻斜的啦 大概有370度 那我370 這個角度就大概370度 這樣 最老實這樣拿到370 真的啦 真的 那這邊就有寫 根據我的目測 135度 嘿嘿嘿 在那邊做 我跟你講怎麼算的好不好 90度是不是這樣幾角 對 比90度 再多一半 是不是90度加45 是不是135 有啦 是不是135 對 所以 不是有科學根據的 這樣子躺下來是 135度 一度不多 一多 我們會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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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的 不允許 我們會不開 門的 我們會不開 不開 門的 我第一次要到胡志明市的機場 這個機場啊 飛機超多 我目前看起來啦 大部分的飛機都沒有空橋 都停在路中間 現在是2點4十二 現在等於是台灣時間的3點4十二 那到這邊的時候是當地時間的落地簽加排隊的時間 大概就花了兩個小時 建議大家因為這個簽證的部分是一樣有收費 來這裡也只是便宜一點點 在台灣辦就好 不要像我們一樣在這邊辦 我們是因為來的時間真的太趕太趕了 所以就只要自己辦 大家要來越南的話就是給旅行車辦就好 好 新影片結束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我們禮拜一到禮拜五也會發布影片喔 掰掰 觀眾朋友 字幕志愣 字幕志愣 題詞 各位 字幕志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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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